在开始我自己的正题之前 我们不妨来看看 本亚明自己怎样说拱狼街计划 其实拱狼街计划这个名字 在我们中文语境中也不再陌生了 我们都知道 本亚明的拱狼街计划 可以说是一个代号 最终成为了他的 19世纪巴黎研究手稿的题目 那么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 它是大量的笔记 丰富的材料 反复的整理 不断的积累 那么主要的工作时间 是在本亚明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 也就是他的流亡时期 他的流亡时期是以巴黎的生活为中心的 他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明确的 集中在19世纪的布尔乔亚的首都巴黎 我所有的奋斗和我所有理念上演的剧场 这一句话是本亚明关于拱狼街计划的一个自我定义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我们也由此可以知道拱狼街计划在本亚明后期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这句话里面我们也知道 剧场theater这个词在英语世界里面至少 既指剧场也可以指战区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思想各种理念的一个战场 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 我想很多朋友也许也都读到过 第二句话呢 是我以前没有读到过 是我这几年因为熟悉我的朋友 可能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打广告 就是我参与翻译的这个本亚明传 也就哈佛版的这个本亚明传 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 即将在咱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那么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之中呢 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些本亚明的父子之道 其中有一些让我感觉到 是充满了伤痛的 因为我们知道本亚明在自己人生最后十年 他是非常不幸 有很多在历史大事 历史洪流的这个厄运之中 也在个人生活的各种这个问题之中 他是处在一个崩溃败北的状态 如今在命运和我的竞争中 拱狼街计划坐收余力 我们知道他在最后的巴黎时期 生活经济的高度的不稳定 尤其他身份也越来越成为问题 在纳粹德国的这个做大 然后法西斯主义笼罩全欧洲的情况之下呢 本亚明一个德国犹太人 流亡在巴黎 其实他成为了一个无国度的人 他最后是没有身份的 那么如果他他自己有这个德国护照 如果他但是他却只要 哪怕在法国他都担心 受到这个德国盖世泰宝和秘密警察的骚扰 间谍的骚扰 那么他自己也没有能够获得法国的身份 最后我们知道他要前往逃亡向美国的途中呢 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 由于边境那一天的临时关闭 他最后选择了自杀 那么在这样一个命运和我的竞争之中 拱狼街计划作收于利 我遇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挺震撼的 一点点小小的翻译上的背景 这个作收于利这个翻译其实对我来说也蛮难的 因为其实本亚明在这里面应用的是一个拉丁语的司法 法学的词汇 那么拱狼街计划其实在我和命运的竞争之中 它是唯一的一个获利者 但是呢 这样一个获利方最终是以一个高度庞杂的 手稿笔记的形态呈现给我们的 那么由此我就进入我的正题吧 好 那么今天我们主题是重读本亚明拱狼街计划 我把我的题目呢就定位为这个漫步于拱狼街吧 我想讲的相对这个感性一点 我们在如何来介绍拱狼街计划呢 我想不妨从我自己是怎样了解拱狼街计划 这样一部并未完成的著作 来说起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文世界里面 大家最早的这个 本亚明的翻译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那么这个是 这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交 有这个初一本 我现在手中拿的是这个后来三连的这个修订一本 是本世纪初的修订一本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在中国对 本亚明的意见中一个首先第一印象 那么但是很快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收录的这几篇论文和大纲的后面 其实是有大量的手稿 是有一个完整的十九世纪巴黎研究 是有一个更宏大的这个 更宏大的波德莱尔研究 那么在这方面呢 我们很快就知道在1999年 拱狼街计划的英译本出版 然后至少我是了解到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曾经是进过一批这个哈佛大学出版社的 英译本拱狼街计划的 当时在这个北京大学这个图书馆的仓库 进行售卖的时候 感觉就是立刻受庆 因为北京各高校的这个文学专业的 哲学专业的美学专业的老师 可能都会想要一堵一块 那么什么是拱狼街呢 后来随着我到2005年到美国纽约大学 跟随张旭东老师 也就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这个中译本的中译者之一 攻读比较文学的研究生的时候 我有幸参与到了 我们在张旭东老师领导下研究生的一个 试译项目 我们试着把拱狼街计划翻译到中文 但我们主要依托的呢 其实是英译本 因为当时我的法语阅读能力还勉勉强强 但是德语是初学者 我们大多数同学的情况也够不相同 所以是从英译本开始翻译 那么到2008年的时候呢 纽约大学它是有这个 比较文学系有这个机会 就可以去巴黎的进行游学 那么我当时就在张旭东老师 和另外一位法语系的教授 Richard Siebert老师 Richard Siebert也是英语世界 他也访问过咱们上海 也是英语世界翻译本亚明的译者之一了 他主要是一个德意英的一个译者 虽然他的出身是法语系 在这两位老师的领导之下 我当时报的在去法国的理由 去巴黎的理由 就是继续从事这个本亚明 拱狼街计划的中意 当然这个拱狼街计划中意 我们当时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个研究生的一个课业作业了 到了这个巴黎之后呢 确实我就有了机会 轻身去体验何谓拱狼街 我当时呢正好是住在巴黎的右岸 那么我从一条小街啊 拐进这个拱狼街 诸福罗尔通道 大家注意就是拱狼街 其实在法语中的原意就是通道 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一点 我当时就漫步在这种 有拱顶的曲折的小巷子里面 确实有一种轻微的方向错乱感 因为它既是一条巷子 但同时它是室内的 我觉得其实可能有上海生活的人 可能更容易理解 因为巴黎确实在某种意义上 上海也是巴黎的一个倒影吧 等出来以后呢 从见天日 已经完全变到另外一条一个街区了 面前已经是一个嘈杂而宽阔的 蒙马特尔大街 蒙马特 大道的对面 它是一个布里玩 它就是一个林营大道 大道对面呢 并不起眼的 又有一个入口 近前一看呢 它的这个拱门石头上 刻写着 Bassage de Panohama 这就是特别著名的这个全景通道 这是更有名的一个通道街 那么在奔亚明的这个手稿里面 这条通道街是确实写到过的 这条拱狼街是确实写到过的 这种感觉啊 就像是奔亚明和这个黑塞尔合作的1927年的文章拱狼街所写的 我又来到了户外 而对面像是又一条拱狼街 我从一条拱狼街出来以后 来接对面 又可以进入一个门 但其实它不是一个建筑 它是一条室内街道 奔亚明说呢 他当时并没有选择进入这下一条拱狼街 而是去往纪念伟大的陆毅的一处凯旋门 他当时这篇文章所指的很有可能是纪念 路易十四这个武功的圣丹尼斯门 就在不远的这个第十阶 离这个蒙马特林英大道是其实是连着的 就是往下走 因为它那个到了右岸慢慢是有一点点坡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我所走的路线和1927年的 奔亚明的路线其实是基本相同的 亦或是相反的 它是从这个全景拱狼街出来 我是从另外一条拱狼街出来 要进入这个全景拱狼街 所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巴黎拱狼街慢慢的在我眼睛脱去了它这个面上 因为巴黎拱狼街从建筑上来说 它确实是一个19世纪的存在 对于我来说 现在是没有感性经验 现在到了2008年稍微有了一点 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拱狼街 到底什么是这个passage 我们不妨就是从地图说起 我们从一个巴黎地图的一个角度 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就是到底什么意义上 这个拱狼街构成了 让 这个波多莱尔认为 让北亚明认为 他可以作为整个自己研究的一个代号 他可以作为整个自己研究的一个项域 好 我再分享一个新的分享 我们这一次就来看地图 刚才大家在PPT上看到的是一个老的旅行地图了 我们知道既然拱狼街是一个室内街 它在地图上怎么呈现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图上面 我大概图标的上面 我们有很多这些灰色的通道 灰色的街 这就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全景 拱狼街 这是一些灰色的一些通道 它是真正的法国的这个街道的 它里面是有自己的门牌号 里面是有自己的店家 它是真的是街道的一部分 但大家可以想想在地图上 它既不能被标成为街道 因为街道都是露天的 但同时呢 它又必须被标示出来 这本身是提出了一个地图学上的很有意思的话题 那么我们把它放大的话 又感觉 它好像是建筑的一部分 经过了这个马路 从这个布里瓦 这个蒙马特过来 进来 然后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沿着这个鼠标 沿着我刚才鼠标这个图标 然后再到另外一个 灰色 Saint Mark 再出来 所以它必须被标识出来 然后又分岔出很多不同的 其他的 更多的拱狼街 因为拱狼街在这个 街区里面还可以汇集成一个迷宫状的一个交叉 就是这个全景拱狼街里面 还有十字路口 那么大家也看到这个全景拱狼街这 是完全被标出来的 现在著名这是一个历史地标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19世纪的拱狼街 所以这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在地图上你怎么去识别一个拱狼街 因为它是建筑的一部分 它是街区的一部分 还是说它也是一个街道 我们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店家 然后他们都是有自己的 这个门牌号的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把它 如果把它再放 拖放一下的话 我们看到它被标识为这些街道 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状态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拱狼街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左边 就是全景拱狼街现在的样子 那么中间的这幅画是当时19世纪的样子 那么在右边是拱狼街计划的英译本 拱狼街计划的英译本采取了另外一条很著名的拱狼街 也是在右岸 VVN拱狼街 它是以这个19世纪VVN拱狼街 也是一个高端消费的拱狼街了 里面有很多高档的所谓的专卖店 专营店等等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两条著名的拱狼街一个呈现 那么再回到拱狼街计划 如果说拱狼街 如果我们去巴黎旅游 慢慢拱狼街本身可以脱掉它的神秘面纱的话 以拱狼街为代号 为暂定名 乃至于尼称的19世纪巴黎研究 却仍然是令人眩晕 因为对我们来说 虽然已经熟悉了这个作品 但是由于这一工程的笔记 从保存到失而复得 再到整理出版 再到重新的编辑 经历了从1940年到1982年 超过40年的时光 而最终呈现我们的 给我们的在本亚明的全集中 是这个接近1500页的 几乎让人有压迫感的 无数的引文 评注和材料 这个呢 我们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就是两卷本的 这个本亚明的 Das Versagenwerk 所以要把拱狼街计划的文本和历史形态 梳理清晰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 拱狼街计划的笔记和本亚明生前 已经完成了几篇巴黎论文 又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那几篇巴黎论文 我们是更熟悉的 如果完成的话 整个研究究竟会是一部 巴黎19世纪的首都 作为总题的大作呢 还是一部 以夏尔波德莱尔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 作为总题的一部 波德莱尔研究 或者说波德莱尔研究 在整个19世纪巴黎研究中 又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一切又因为意大利哲学家 阿甘本 后来他从巴塔耶的遗物中 发现了另外一批手稿 又重新编辑了一遍 在我看来 拱狼街计划中的这些笔记 又形成了另外一套笔记 这个过程就变得愈发的复杂了 我们也可能会思考 就是阿甘本所重建的这个手稿 跟拱狼街计划是重叠的 但是它的编排又不同 它的联系在哪里 它在编辑上 为什么要有这种新的侧重等等 就是拱狼街计划手稿 也就像拱狼街本身 它是充满了这个错综复杂的 方向的眩晕感 那么Bassagen 是它的德文名字 这是由于巴黎拱狼街 当然英文叫Arcade 巴黎拱狼街它是叫Bassage 它就是叫通道街 它的功能确实是通道的 本亚名作者作品的 这个法语英译者叫 Morris de Gondiak 他曾经利用通道这个词 Bassage 它这个词双关 又是指通道 又是指拱狼街 又是指这个片段 来形容命运 对本亚名所开的残酷的玩笑 本亚名自杀是因为 他没有走向自由世界的通道 他的通道最后在生命 最后一刻被切断 那么本亚名的这手稿 在他自杀之后 在他自杀之前 他离开巴黎之前 是交给了巴黎图书馆馆员 乔治巴塔耶 那么战后 巴塔耶确实就是 可能是由于记忆上的问题 也可能是一些小小的疏忽 并不能够完整的 立刻把这些手稿都给再找出来 有一部分手稿是在1947年找到的 很快就寄给了回到欧洲的阿多诺 然后1950年的时候 阿多诺在文章中就提到了这批手稿的存在 然后就提出来 这个一通道命名 叫拱狼街计划 直到1982年 他才作为我们看到 这是两卷本的 算是班亚明全集的 这个第五编出版了 在整理者呢 是阿多诺的学生 这个劳尔夫特迪曼 这一版中呢 其实就收录了整个最后 十五十三年的研究计划 研究者所得 上 上述到1927年的短文 最后 可以说呢 这个笔记呢 内容非常丰富 两篇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 在这个德文版中作为全数的开场 其中第一篇作为1935年 是用德文写的 其实是法兰克福 这个社会研究所的要求 是为了申请资助而做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今天如果搞学习活动 用这个来申请资助 会是什么结果 那么第二篇呢 是用1939年 是用法语写成 是霍克海默当时 想让 觉得有可能 北亚明能够争取到一个 美国的赞助人 同时呢 这个德文版收录了最初的摘记 他们是27年到30年做的 展示了一个主题清单 商店 西洋景 展览会 照明技术 时尚收藏 卖淫 广告 这个游荡者等等 不过真正的手稿主题呢 则是 比据于 材料 我们现在看到 长短不一的 总共是49卷 我们就是convolute 他们并不代表笔记的先后顺序 而是北亚明按主题的分门别类 其中内容最丰富的是这一卷 J就是波德莱尔这一卷 还有就是M M是游荡者 O是卖淫赌博 A是拱狼街 W是富丽业 U是 这个圣西门 N是比较重要的一卷 因为他是北亚明在研究过程的认识论 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思考 以知识的理论 进步的理论为题 还有一些卷呢 特别短 但是内容其实非常非常精彩 像这个小写的D 是雨果 小写的K 是公社 小写的R 是技术学校等等 这一切呢 通往 北亚明所梦想的 19世纪的历史的 唯物主义哲学研究 他希望通过这一工程 来实验历史唯物主义 可以实现多大程度的具象 为了在最小的细节中 看到整个历史的结晶 他的第一步 就是把蒙太奇的原则 应用于历史 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说 北亚明超乎寻常的成功了 他蒙太奇到 这部书无法成为一部书 引文大大超过了评论 相当数量的引文 其实是法文的 他来自于 北亚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长期节约 他当时 北亚明主要是在法国 巴黎的国家图书馆 现在的国家图书馆 老馆 他的那个主 越来越是还是 跟当年 北亚明工作的时候 样子是保持的基本一致 但是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 如果这样一直的堆砌下去的话 其实是没有编的 所以北亚明的用隐文 来堆砌一个真正的伟大著作的愿望 在这个变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 先锋派式的幻想之作 其实当我在巴黎的时候 也曾经到巴黎国家图书馆去 调阅一些 北亚明所借阅过的 19世纪的出版物 真的是非常惊讶 就是他的这个 搜罗爬搜的范围 实在是太惊人了 有一些这个出版物 他如果是可以调阅的 像我这样普通学生可以调阅的 当我拿到手边的时候 我感觉他们保存的非常好 很有可能在北亚明之后 都没有什么人 就曾经借阅过他们 但同时呢 这样一种用于引言对替的 最终形成的这样一个 蒙太奇超现实主义的工程 也呈现出内在的矛盾 我们由此可以把这个 北亚明的工作分成三个时期 超现实主义阶段 社会研究所的影响和波德拉尔的专题 那么这个超现实主义的阶段 更多的是集中于 所谓的辩证异象的这个思路 我们知道 北亚明和超现实主义 和整个先锋派运动的关系 其实还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在这个思路里面 整个十九世纪的工业物质文明和拜物教 变成了自身的神话学 而北亚明的工作是把整个十九世纪的文化史 呈现为一个梦境 呈现成为一个梦境的蒙太奇展演 但是随着后来社会研究所对他的资助 随着阿多诺等人在整个研究计划上的充分的介入 这个工程又发生了一个转向 他的超现实主义时期 我觉得基本上慢慢的就结束 进入到第二个时期 那么北亚明更注重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基础 更注重一种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霍克海默作为社会研究所长 更曾将北亚明暗示 如果不涉及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解读 对十九世纪的研究将很难成立 所以到了三十年代中期 三四年三五年 等于是北亚明获得了一个新的 整个推进公囊界计划的动力和方向 如果说到了三五年 他这个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 这样一份申请经费的大纲中 这个研究计划又有一个雏形性的呈现的话 我们也知道在后期 阿多诺是不断地在批评 北亚明的思路不够辩证 缺少中介 不够历史化 对社会辩证法及经济的母题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强化 于是呢 北亚明向霍克海默其实提出了 在拱狼街计划的基础之中 我可以有三个选题方向 这三个选题方向 第一个是对荣格的心理学批判 第二个是对资本主义史学和历史维吾主义的比较 第三个是对波德莱尔的研究 当时设想是拱狼街计划的一章 那么结果霍克海默是强力地支持波德莱尔的研究 所以波德莱尔研究最后变成了拱狼街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结果当北亚明真正进入到这个波德莱尔研究作为拱狼街计划的一章的时候 他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章的规模 他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他在书信中说 整个波德莱尔研究是拱狼街计划的微缩模型或者浓缩 于是乎他把自己的笔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整理 重新的这个整理排序 不仅仅涉及到这个他本来就放在波德莱尔这一卷的 那么这一部分笔记呢 阿甘本到80年代又重新这个那时候巴塔爷去世 在他的遗物中又找到了 所以阿甘本又提出了另外一套这个笔记的整理法 那么就是这个大概不到10年前吧 在首先在意大利推出 然后在法语中推出的这个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书信诗人 这不是那几篇波德莱尔论文的汇编 而是对拱狼街计划中的一个重新整理 所以他等于是在阿甘本认为 这是最接近本亚明要完成的波德莱尔专题的一个笔记排列 那么在这个笔记排列里面 我们看到其实有大量的这些小图标 这是北亚明的这个笔记方法 那么北亚明其实这些笔记方法在 拱狼街计划的德译本和这个英译本里面 都无法全面的保留了 但是在阿甘本的这个译本 最新的这个整理编辑本里面 他在这个前沿部分的附上了这些彩色图标 告诉大家这个北亚明在每个图标上的这个意图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在阿甘本这个编辑的所得里面 其实他是有大量的 大量的这个和拱狼街计划最长的一卷 就是这一卷 就是波德莱尔一卷 像重合的地方 但是呢 他不是简单的是把这一卷 就直接变成了他的波德莱尔专题 而是对这一卷里面的各种笔记 有一个重新的排序 所以我觉得这个阿甘本 他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为什么这些笔记要重新呈现一次 有个排序 有个取舍 然后有一些笔记就进入到了他的这个论文之中 我的意图是展示 波德莱尔如何嵌入十九世纪 他所留下的印记必须呈现出来 就像一块放在那里数十年的石头 直到一天被人们移动时那样鲜明而完整 波德莱尔的独特重要性在于 他以无人能及的明晰性限定了 一个对他自己全然陌生的人 他认同这个人 而这个人给他盔甲 以便他能抵御物化的世界 那么其实 波德莱尔的这一卷 绝不仅仅涉及 本亚明的拱狼街计划的这卷 不仅仅涉及波德莱尔 这卷确实它慢慢变成了 整个拱狼街计划的一个微缩图形 它涉及妓女问题 本来妓女也是有另外一卷 它涉及工作的问题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下 这个人的工作到底什么性 它涉及到政治 这个革命暴动的布朗基 它也涉及到法国政治 对布朗基来说 历史是救命稻草 有了它 无穷的时间都变得充实 这为什么在波德莱尔这一卷里面 有布朗基的部分 我们看第二条 黎明 黎明是遏制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首诗 但结果 本亚明很快就把这首诗 和马克思的路易波德莱尔的5月18日 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看到拿破仑三世 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 而是一个白天做决定 夜间将采取什么行动的人 这是 本亚明在波德莱尔和拿破仑三世 和马克思之间进行的一次 非常有力的链接 那么也就是黎明 是一个阴谋家醒来的一个黎明 工作越是像卖淫 将卖淫想象为工作 越是具有诱惑性 紧随失业而来的巨大变化 推动着这种清静关联的产生 在工作市场上保持微笑 延续的是妓女惯常的做法 在碍玉市场上妓女闪现给顾客的真实一个微笑 那么 白亚明也把妓女问题和波德莱尔的母子关系问题 和整个布尔乔亚阶级的母亲形象 和这个李比多生成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联系 那么最后 我随便选了 其实就是我这个信手选了一些 我们看到波德莱尔和本亚明 在本亚明看来 波德莱尔和布朗基确实是一体的 在最严格的意义上 写作《星体永恒论》的布朗基 所表达的那种情绪 那种需要让无穷时间变得充实的情绪 和本亚明笔下的忧郁的经验是一致的 好 我也没有时间了 最后呢 我就想告诉大家 还有很多其他的各卷 有些在非常不起眼的时候 会要有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些引言 在这个Q卷里面 他是研究这个全景化 但他突然提出了 真理就是无穷的 真理就像全景化的这种设置一样 全景化因为你要趴在那看 这个换灯 那么同时在波德莱尔的研究中 我们的笔记中 我们还看到了大量关于 空想社会主义和巴黎生活的 一些边角材料 非常精彩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我 就在思考 我们今天如何来阅读 重读《红狼节计划》 在我看来呢 确实 这是一部不可能之书 我们知道在阿多诺的时代 在后来的很多学者都会提到 就是说到底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部 但他不可能完成的这个形态 对我们来说是意义最重大的 我们在每一条引言 每一个笔记之中 都仿佛是置身于一个封闭的拱狼阶 没有窗户的拱狼阶 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无窗的单子之中 无窗的真理之中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又是置身于一个通道 置身于一个随时可以转换方向 引向下一个街道的状态 我们可以不断地产生新的通感 感应 应和 联想 换乘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蒙太奇 形成我们自己的巴黎漫步 而这种漫步不再是一个 布尔乔亚的一种旅行者的 或者这个顽固子弟式的形象 而是一个在历史的梦境之中 不断入梦又不断醒来的漫步过程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王浦老师的精彩的演讲 那么这个王老师其实非常好的 从两个层面上带领我们去漫步拱狼界 第一个是空间的意义上 给我们展示了巴黎的地图 另外就是思想的意义上 随着这个拱狼界计划 这个翻译的一些过程 把里面的思想也阐出出来 最后这个王老师还非常 这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就是每次这个漫步拱狼界 也许我们都会获得不同的一个收获 本亚明把那么多的引文 那么多的思想 那么多的碎片 其实这种碎片的或者说 门太歧视的这样的写作方式 在本亚明那里是一个非常有大 自己特点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要不是要不要就请两位老师 都都讲完以后在开放时间 做那个那个这个讨论吧 那么非常感谢王老师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个 胡桑老师给我们做演讲 好吗 胡老师 孙老师你好 谢谢 谢谢孙老师 屏幕我共享一下 我怕一共享网络又变差了 先试一下 王浦老师的这个 前面的演讲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 没问题 很好 声音很好 PPT也可以是吗 对PPT看得见 黄浦老师 虽然他说很感性 但是我觉得这感性里面 有一种非常举重若轻的思考在里面 把龚狼街的这样一种 看上去只是一种散步的漫步的体验 但这里面有大量的关于历史的 关于政治的 哲学的深思 这些思考 其实王浦老师很多点都已经讲到了 我就是只是力所能及做一些补充 谈不上有多少新的发现 我的一个切入点是 就是龚狼街计划在本雅明的体系里面 有一个基本的趋向 就是从空间阅录到了历史 这么一个趋向 我尽量讲的简洁一点 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多 那么这样一种趋势 其实在我的一个思考里面 就是龚狼街计划作为他晚年的一个重要著作 它不仅只是一个建筑学的空间学义上的一个研究 它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哲学支撑的 这个哲学我们一直是搞不清楚的 阿多诺最初拿到这些手稿的时候也很疑惑 本雅明到底要做什么 这么一对杂乱无章的手稿 他看不出他的理念 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 这种难以看到架构的一种思想姿态 其实恰恰就是本雅明师徒告诉我们的 他的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 一种不再是一种成体系的 成逻辑的一种思想 而是一种无法结构起来的一种思想 所以这本书 其实也不能看作只是一堆手稿 恰恰是本雅明的一种新的思考 而这个思考它有非常多的层面 当然从空间到历史 只是我想研究的一个角度而已 不能说涵盖了它全部 我会从这几个小的方面去切入 五个方面 那么数字我做了一些小小的游戏 也是向本雅明致敬 第一条我没有命名为一 命名为零 就是我觉得引文这样一个切入点 可能是理解这部书的最原初的一个角度 如果缺失了这个角度 后面的所有角度可能都会产生一个限制 一个束缚 在这样一个角度里面 我们再去展开它的四个层面 一个是空间 一个是里面的雾 一个是冯玉家 一个是原初历史 然后我先讲第一个 这部书 刚才王浦老师已经 很好地勾勒了这部书的起源 和这部书的一种写作范式 但是我还是想强调 这部书是他的哲学著作 是本雅明的哲学著作 不是一部简单的社会学著作 也不是一本简单的文化史著作 本雅明在他的笔记里面 明确强调 就是笔记的片段里面 明确强调 他的这个研究 要跟当时流行的文化史研究 拉开距离 所以他是有自己的抱负 那么引文是他的抱负的 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 这部书 它最初的一个成型过程 其实是很漫长的 从27年 他写了一篇小文章 到叫火狼街 这么一篇小文章 跟德国的作家黑赛 不是那个黑赛 黑赛尔或者黑泽尔 一起合作的 但是没有完成 然后后来他又做了一些笔记 我们称之为第一批笔记 巴黎广郎街一 是27年到30年 然后后来他又做了第二批笔记 就是巴黎广郎街二 28年到29年 你可以发现 他最初是想把这本书叫做 巴黎广郎街的 广郎街这个形式是 全欧洲甚至美国也有的 但是他主要研究巴黎的广郎街 因为他关系到19世纪的 这个都城巴黎 他在19世纪这样一个历史 尤其是19世纪的思想之中的一个位置 然后后来他又写了一些片段 比如图形光环 还有就是从三四年开始 他大量时间投入到一个 这个笔记的摘抄和笔记的整理过程中 这个时候是他的主要工作 现在这本书这么厚 特别厚 就是大砖头 那么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第五部分 所谓笔记和材料 现在整理出来叫笔记和材料 一直他写了大概七八年 收集了七八年和评述了七八年 然后后面还有两个 刚才王浦老师也提到了 两个提纲 一个1935年的德文版提纲 一个是1939年的法文版提纲 这两个提纲是他的研究计划 他完全没时间展开 后来他可能因为觉得通过这样一种 一种体系化的协作 无法完成他的这个协作 所以他一直保留在这种不断的做笔记 不断的摘抄之中 他无法停下来 这是他的两个提纲的一个基本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微妙的变化 就是1935年的提纲里面 那个达盖尔和全景化是在的 到1939年的时候 这个部分去掉了 他对这个部分好像不太满意了 然后变成了五部分 缩减成五部分 再加了一个结论 言论里面谈了布朗基的心体 或者叫心计永恒论 这个刚才王普老师讲得很好 就是他的波德莱尔研究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布朗基研究 布朗基的心体或者心计永恒论 其实是对于尼采的一个超越 就对尼采的那个所谓的 永恒统一 永恒轮回 这样一个思想的一个超越 或者一个至少是一个偏移吧 所以尼采尽管当年 深刻的影响了本雅宁 可是他后来还是在 一个心计永恒论的一个体系里面 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 他我们知道 他著名的概念叫新从 是吧 但这个概念本身 就是要架构一个新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面 让各种事物之间的力 重新组合 所以李双志老师把这个新从翻译成 矩阵结构 我觉得很有道理 新从不只是一个排布 它内部是有一个聚合 甚至是一个对抗的一个结构的 在这里面 其实他也在思考 他的整本书 是不是能够结构起来 能够真的结构起来 能够以成体系的理论结构起来吗 或者只是以引文结构起来 这种矩阵结构其实以引文方式写是最好的 我们这本书刚才 王普老师已经介绍过了 我快点 这本书里面有36个卷宗 26个大字母 10个小字母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目录是这样子的 这是他的手稿 如果你看卷宗 前面是个目录 我打印了一下 制作了一下 就这个目录 它是一张差不多A4纸这样 然后这张纸 这张纸是发黄的 然后它对折一下 对折一下之后 就变成这么小的 一个差不多是A4纸 A4纸稍大一点点 然后它就在第一页面上做笔记 然后翻过来 在第三面上继续做笔记 第二面和第四面是空的 所以它存在 存下来的现在的手稿 大部分全这样的一种笔记 然后分了好几个卷宗 一共36个卷宗 刚才王普老师都介绍过了 我们快一点 36个卷宗里面 有很多很多主题 其中最长的那一卷 叫做普德莱尔 其他卷刚才王老师介绍过 然后他也动用了一些小写字母 里面也研究了一些 比如复制技术 后来他很有名的技术复制 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可能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但是他有些字母的卷宗 没有利用起来 比如C E F H 这些他没有写 因为他自杀了 可能这些卷宗他还想写 可是没有完成 我们想象中 他的字母书是可以不断地写的 一直在书写中的 如果他不死的话 他一直在写 所以这是一部 正如王老师说的 一部不可能之书 同时他其实也可能是一部 无法完成之书 他永远在进行中 这是他的引文的一个特点 概念永远在运动之中 他不能定型 其中最长的是 对这个波德拉尔卷 这一页是决决的第68页 然后为什么他用引文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北亚明用引文写书 这个想法可能已经成常识了 是不是 他曾经甚至在单行道里追问过 他说现在的学者的平庸之作 都是用索引卡片来阅读的 就像图书馆这样找书 用索引卡片 当年我们在图书馆找书都是这样子的 可能现在年轻的一些朋友 已经没有这个体验了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脑检索了 当年都是这个卡片 那么他追问 人们何时可以用这种卡片式的方式去写作呢 其实引文就是这种卡片 他用这种卡片并制的方式来写作 这是他的一种思考方式 也是他的一种写作方式 不只是一个材料笔记的形态而已 我们不能把这本书看作是笔记 但是这样一种材料的并制状态 恰恰就是他的思想状态 然后关于引文 他在广囊界计划中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说法 他说这个 他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些引文 而这些引文是以可解读的方式 给每一个要去读他的人的 他创造概念的能力很强 这一点后来德勒兹极大的继承了这一点 德勒兹就特别喜欢创造概念 因为只有创造概念才是哲学运动 哲学运动不是对已有的概念进行搬用和解释 而是一个再解释或者一个甚至是一个消解和从创的过程 那么他继续说书写历史就是引用历史 而引用的概念在这里就是每个历史对象都被从他的历史关联中给剥离出来 这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部书全是引文 因为他就要把这些材料从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 这一点他其实是刚才王老师也说了 他从最早阶段的超现实主义到第二个阶段的社会研究所这个阶段 他其实慢慢地在偏移马克思 因为他继承了马克思 但是他没有完全遵照马克思的路线 他在偏移马克思 所以他要把历史变成一个被剥离出来的一个引文 在这个引文的并质中才构建他的思想 这是第一点 我们稍微快一点 第二点 或者说前面指这个引路 这是第一点 空间 里面的空间 刚才王普老师讲了他在里面漫游 然后迷失 出来之后又豁然开朗 然后又看到对面的那个全景广廊街 又有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打开 这个过程真的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提议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或朋友应该去巴黎看看 这些广廊街很多还存在着 当然有些已经被拆掉了 我这里放了一些图片 大家可以直观地看看 这条王公广廊街 据说是传说 是第一条广廊街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广廊街的passage 其实这个词在法文中 英文中 德文中 就只是通道的意思 在巴黎 十八世纪末以前 就已经有这种通道了 就两条街太远 中间打通 一条小通道 上海也有那些小弄场 是不是 但是 广廊街是一种特殊形态 所以这个passage不能翻译成通道这么简单 翻译成广廊还有一点意味 它必须是有顶的 这第一条广廊街是打引号的 你可以发现它的顶是石头 它不是玻璃 其实真正的广廊街都是玻璃顶的 这是皇宫广廊街 就是法国大皇宫 皇宫边上四周的那个七楼 现在台湾很多 上海也有 然后这是刚才王浦老师说到的 全景广廊街 中间这个照片是我拍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从19世纪到20世纪 21世纪的一个变化 基本建筑形态还在 店铺的变 这个稍微提一下 就是左边这个是英文版的分面 英文版分面用了本雅明的一个产品 本雅明在收藏过程中有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广廊街 这个是维维安广廊街 但是摄影师是谁我们不知道 就是广廊街作为一个收藏品 本身就是本雅明的产品之一 本雅明本身是一个收藏家 这是斯瓦瑟 我在里面还买过一个皮鞋 然后这是维尔多 这是歌剧院 这条我稍微提一下 这个歌剧院广廊街 可能跟这本书的写作有关 就是1925年这条最长的 或者最古老的歌剧院 最古老的广廊街之一 歌剧院广廊街被拆除 这个事情对当时的超现实主义者来说 是一个很刺激他们的一个事情 就是超现主义者在这里面 发现了一种新的体验 这个体验却被巴黎市政府给阻断了 这个广廊街被拆了 这条街现在不在了 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刺激了本雅明 想去研究它 就是有些东西在消失 就是本雅明特别关注一个 正在消失过程中的 或者正在沉寂过程中的事物 他曾经的那个潜能 那个蕴藏之的潜能是什么 他想去挖掘出来 所以他第一篇短文 《拱狼街》 就是里面提到了 歌剧院拱狼街的被拆除这个事情 另外还有就是 彭索拱狼街 这是本雅明当时 同时代的一个摄影师 克鲁尔的一个摄影作品 这也是很大的启发了 本雅明的研究的一个摄影机 叫金属 我们看看这个整个拱狼街 现有的这个材料 德文版编选的第一条 是这样一条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 关注了很多东西 比如这个游荡者 比如天气 比如对拱狼街的 达斯德龙 达斯德龙就表现或者表征 整部书其实就是要完成 对于拱狼街的表征的 至于怎么表征 这是本雅明的一个哲学思考 那么这里面很多概念 都已经出来了 首先游荡者 我们现在特别熟 熟到他已经有点庸俗化了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小字化了 拱狼街里面的游荡者 就变成了一种奢侈 一种怀旧 一种悠闲的 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对本雅明来说不是 本雅明肯定是不太 完全接受这种小字化的 这种认知的 这段都是德文 我说解读一下 这里面他关注几个问题 第一个 他引用了一个影文 巴黎导览 来介绍拱狼街 这是他的写作方式 他经常引用各种各样的材料 而且一般来说 不是重要的经典 而是那种编角料的杂志 文章 或者那种导览手册 就是那种历史的废料 或者历史的成绩 在这里面他想看到历史的另外一个面目 同时这里面他的目标是对拱狼街这个空间的一个表现 或者表征 里面的人是游荡者 然后这个空间是有个对抗的环境的 这个环境是天气 或者巴黎的十九世纪的雾霾 那么里面的建筑方式 他提到是一种经济的和建筑层面的建筑 所以他更关注经济的和建筑层面的广囼街 他不关注那个诗歌的诗意的 或者不直接关注诗歌的诗意的文学的那个广囼街 当然也不关注现在 现在巴黎广囼街在巴黎特别的十经 是一个打卡圣地 网红打卡圣地 但是巴黎广囼街这样一种面貌 其实可能也不是本雅民所期待的 它不是一个消费的对象 纯粹的消费主义的这个占有的对象 左边这个就是当时绘画中的那个游荡者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另外一条笔记 这些笔记都被编了号 在这第一页 一般都是那个数字 如果是A卷就是A1 如果到了第三页就是A1A 小写字母A 我们看到这里有小A 这是到了第三页了 第三页都被标成A 而且有一点提醒大家注意 董雅民把26个字母写在一页上 26个字母 而且有那么多笔记 他其实在这一页上差不多就这么大小的字 那个字是非常微小的 董雅民好像在写一种非常隐秘的文字 一种神秘的文字 他为于这个时代 为未来留下一个隐秘的信息 这也是他写作影文 写作的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 让我们想起当时他同时代的一个作家 叫罗伯特瓦尔泽 罗伯特瓦尔泽晚年在精神病院 也开始写一种阴头小字 甚至比这还小 他大量的笔记都这样子 然后到了第三页 他又写了一段 然后写了这个拱狼街的诞生之后 人们如何看待这个拱狼街 或者如何进去体验这个拱狼街 这个我来解读一下 首先他讲到了那个空间变化 因为当时奥斯曼对巴黎大改造 巴黎的大街 就是那种大道 大道林立 然后上面的那个车水马龙 让人无法散步 所以街道空间被马车 就现在的出租车 那个汽车 豪车 挤占了 所以人行和横道变得非常的逼着 这个时候那帮游荡者 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空间 他们就转入了孔王街 这里面没法通车 只能走人 然后在这样一种方式里面 他其实是远离了一个新的 远离了空间 外面的空间 来到一个新的空间 这种新的空间 是有一个新的空间组织方式的 这个回头我们会谈到 这里面也为行人 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体验 但是本耀明其实还想追问 这种空间体验背后 是不是有一种新的历史结构 和新的政治想象 这是很关键 这里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回答 作为一个引文 那么在本耀明眼里 这种空间的新的组织方式 就是所谓的从室内到了孔王街 也就是孔王街是一个临界空间 本耀明特别喜欢临界点 他创造概念 但是他不创造那种终极概念 他创造那种从概念到概念过程中的 不断在流动的变化的那个概念 那么孔王街就是这样的概念 孔王街既不是室内 也不是完全的大街 室外的大街 而是室内和大街的一个中间 临界空间 就是室内和室外 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一个交融的临界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 这个 它的早期的一些笔记里面 它的第一批笔记里面 有一条小笔记 这条笔记是这么说的 很短 街道作为室内 或者街道作为沙龙 什么叫街道作为室内 就是街道本身是可以成为一个室内的 这就是一个两个空间的交织状态 但是什么叫沙龙呢 其实沙龙是室内空间的可能那个打开 室内本来是私人的 可是他把室内公共化为一个沙龙之后 他又有了公共性 可是沙龙还不够 其实本来没想到 沙龙是不是可以办到街道上去呢 办到图书馆去呢 办到商店里去呢 就是现在我们上海太多这种沙龙了 都在书店里 图书馆里举办 然后在室内这个环节里面 他又讲到两个概念 一个是这个收藏家 收藏家就是室内的一个对应物 收藏家就是像左边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典型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这个室内 大量物品堆积 甚至逼着的挤压的主人 如果你想象一个主人在那里 他好像是 他好像是那个异乡人 他不是主人 他是被挤占的 被挤压的 这就是收藏者的形象 他又把所有的事物收藏起来 让他们的记忆留在这里面 尤其是这个典型的资产经济家庭 他需要一个远古的记忆 把历年的历代的 他的祖上的各种记忆全部留下来 来证明他的地位的非同一般 这种收藏家 是一种收拢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要留下所有事物的痕迹 他不舍得任何事物消失 但是拱廊街不是 你可以发现 左边这个是本雅明的一个产品 他收藏了一张照片 右边是本雅明喜欢研究的一个对象 就是拱廊街 两个空间放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光不一样 那个里面的那个事物的排布方式不一样 空间的拥挤程度不一样 事物的流程和消散的这个性质不一样 左边是收藏 右边是商品的急剧的流转和消失 因为右边是个消费空间 它的东西是要卖的 你如果隔几天去看的话 很多商品都会消失了 被替换于新的商品 商品是留不住痕迹的 这就是两种空间的对抗 那么这种空间对抗很典型的 就体现了本雅明的一种思想特征 它必须要让这个里面的那个事物 在显示的一种瓦解的零件的状态 那么瓦解的零件状态对应的那个人 不再是收藏家 而是那个那个粉玉者 这是我们回头要说的 粉玉家 然后拱廊空间 这种空间对应的就是当时对于建筑 对于建筑背后的人的 人类社会的重新的组织方式的一个想象 他特别喜欢建筑学家科普西耶 他说科普西耶的房子 就是一种关系和渗透 它不再是一个密闭的 一个充满着痕迹的收藏的空间 而是一个打开的 空气可以在里面自由地流通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的居住空间 我们现在大部分空间都这样的空间 我们可以看看 这些都是常识 我就图片展示一下 科普西耶的萨布伊别墅 它的柱子是顶起来的 柱子下面都是空气可以流通的 上面一排窗子 整个房子四周全是一排窗子 如果打开的话 整个房子好像就是跟外界自然是一体的 里面是这样的 然后它的著名的红香教堂 在里面看 就好像外面的世界 就像那个炮弹 或者那个枪弹一样在射击 在入侵 就外面的空间 气体在光线 它不断地入侵内部空间 内部就被打开了 尽管这个是教堂 本来说它是可以密闭的 它晚年的科普西耶中心 里面的很多墙都被打掉了 室内右边墙都被打掉了 我们的空间只看到一体的 对不对 甚至楼上楼下它都能看到 都是打通的 那么它同时带着还有一个作家 建筑家叫路斯 阿道夫洛斯 路斯的室内空间设计 完全不是资产阶级 典型的那种私人空间 是一种更加单纯的物的排布 更加简单的 然后物品极简 你看不到各种各样的产品 你只看到基本的功能 所以阿道夫洛斯有本书叫 装饰与罪恶 资产阶级空间的室内 装饰太多 这是用罪恶 不需要太多装饰 那么再讲第二个商品 物就是商品 非常名的这个拱狼街计划 A卷 第一卷 就是这个A卷 A卷如果你看 它前面是有一个题词的 这个题词它后来在1935年 和1939年提纲的写作中还用了 这个题词就是巴黎新贸 这本杂志里面有一段诗 它说拱狼街这些人体的原著 这些门狼 都在展示一个东西 展示什么呢 工业挑战艺术 一种新的艺术产生了 不再是传统的艺术 或者之前的浪漫派的艺术 什么叫工业挑战艺术 这个工业就是生产商品的工业 所以在早年的一个笔记中 它有一条就说 这个Pasagen 就是广量街作为商品资本的庙宇 所以它是一个供奋商品的一个庙宇 里面的物主要是商品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物 很多很多诗人是不愿意接触的 像雨果他们的写作是不愿意接触这个作为商品的物的 但是本雅明的研究会认为这个时代最能体现物的这种新的形态的就是商品 然后他也说这种商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是新奇 就是我前面说的 你在广量街里面能感觉到物的不断的流通和更新 但是他从这种新奇里面看到的是尼采式的一种哲学思想 就是永恒统一 永恒统一或者永远统一 永恒轮回 当然我们前面说过 这种永恒轮回思想 它最后其实是归结到了布朗基的形体永恒论 为什么他要研究物品 因为这种物品是理念的新的形式 本雅明某种意义上也是个理念论者 是个柏拉图主义者 他特别重视理论 理念不是理论 重视理念 但是他跟柏拉图主义者不一样的是 他觉得理念不是一个物之外的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 恰恰是物本身的一个当代的形态的一个存在 这就是所谓的 与其说这个永恒是理念 不如说永恒是一群的褶皱 一群是当时的商品 每隔几年或者每隔几个月 巴黎时装那个衣裙的褶皱方式都要变化 这就是理念 这完全颠覆掉了一个柏拉图主义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体系里你可以看到 他的哲学思想是很独特的 而且是有他的一个创造性的 柏拉图把物的本质理解为理念 亚利斯多德把物的本质就理解为Orthia 就是那个内在的本质 是一个非常抽象的 一个要去侦破的东西 马克思觉得物的本质在于价值 那么海德格尔呢 物的本质是磁存 所以海德格尔特别怀旧 因为磁存这东西很容易消逝 尤其是现代的商品 它很容易消逝 海德格尔就特别怕 惧怕这种消逝 但布亚明觉得有什么好怕的呢 这种消逝恰恰是当代物的理念 所以布亚明认为 当代物的特征就是兴起 或者就是可复制再生产 但我这里稍微提一句 我是主张可复制这个概念 还有一个翻译的可能性 叫再生产 因为物它不只是复制 它是有一种劳动的参与 这是它的马克思主义的面向 还有劳动的参与 它是不断的再生产的 那斯蒂格勒或者 我认为这种再生产 再往前推进一步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已经人工智能化了 已经自动化了 物已经被自动化了 自动化之后 人的这种积极性 就更加主体性 就更加低微了 本亚明没有思考到这个程度 本亚明很乐观地 拥抱了物的兴起性 然后为什么要去思考 物的兴起性 是因为物它不断地会 对片化撤出 所以它是要去减实它的 收集它的 这个过程 它在N卷里面有一条 它说整个过去是一种历史的恢复 这种以一种历史的恢复的方式 被带入当下 什么叫历史的恢复 这个词非常奇怪 其实在犹太教的哈希德教派里面 这个词就是Tikkun Olam Tikkun Olam就是修复 犹太教的一个独特思想认为 上帝不是完整的圆满的 现在的上帝是碎片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收集那些碎片 对思想严重地影响了本亚明 那么当品就变成了 不断被淘汰的那些碎片 那些废墟 那些垃圾 还有就是妓女 妓女他认为 妓女是一种爱的废墟化的一种呈现 就刚才王浦老师也提到了 妓女是一种尸体化的一种爱语 这个我就不说了 然后焚育家 在这样一个层面 我觉得焚育家这个概念就好理解了 焚育家不是收藏家 焚育家不像收藏家那样 担心物的流散 我去年的书叫 始于一次封神 其实这个封神的概念就是 本亚明的概念叫 他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封神 人的精神的患散状态 这里不是啊 是物的流散 那么焚育家不留恋 或者不怀旧 不依恋物 被淘汰的物 或者消失的物 焚育家 直接的影响 这个物的消解 物的破碎 物的被抛弃 就是作为垃圾的 作为破烂的那个商品 所以焚育家是面向世界的 不完整性的破碎性的 这一点极大的影响了德里达 和德勒兹这些人 那么 所以收藏家特别担心 他的收藏品 少一个 就是这个许杜克不够 所以他不断地去收藏 那个许杜克 但是许杜克本身就是一个 断片作品 所以他没看到这一点 本予家呢 恰恰看到了 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只是一个断片 一个碎片 我们不需要去追求 这个完整性 所以碎片就是完整 或者说碎片就是理念 这是粉育家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思考 那么对于 对于本亚美来说 真正的粉育家 就是他后期研究的重点 波德拉尔 也就是这个 广荣街计划里面 最长的一卷 就是那个波德拉尔卷 J卷 最长的一卷 这一卷是要 在德文版里面 有160多页 非常长 这也是他后期的 研究的重点 刚才王普老师 已经介绍过了 我不准看 那在波德拉尔的诗作中 我们大量的可以看到 巴黎不是一个 完整的正面的 积极的都市 而是一个颓废的 碎片的 消极的都市 所以毁灭这样一种意识 在波德拉尔的诗歌中 成为一种 鲜明的隐喻 而不是 粉育意识 或者叫 际遇 李双之老师 翻译成际遇 但是不能翻成预言 我就觉得预言 在这里就不太合适 我们之前的很多翻译 把它翻译成预言 不是很合适 他有一句评语 他说 波德拉尔的诗歌 就是要把毁灭 这样的东西 带到当下 毁灭就是 那种 粉育的意图 的当下化 这个词蛮有意思的 Vergigam Vatigum Vergigam Vatigum 就是 把一个东西 放到前面来 所以它有成意思 就是回忆 但不是普通的回忆 是一个当前化 当下化 所以 本育作为 他早年研究的一个对象 就在 悲虎剧的起源里面 一个核心概念 可是在这个概念 他要试图用在 巴黎广郎街的研究里面 他找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 他认为波德莱尔 逆时代潮流而动 在一个 一个成就的概念上 因为巴黎广郎街 在19世纪 而波德莱尔 而那个 悲虎剧在17世纪 悲虎剧是以 粉育组成的 粉育的方式写作的 但是在19世纪 粉育已经成为一种 落后的文学艺术手段 可是波德莱尔 要逆潮流而动 要征用这个 这个成就的概念 所以 本雅明特别欣赏 他这一点 但是他也指出 波德莱尔是孤立无援的 因为他这样一种 对粉育的强调 尤其粉育 对艺术的断片性的强调 在这个时代 因为那个时代的 最伟大的世人 是雨果 是不是 是吃力不讨好的 是孤立无援的 这种孤立无援 在本雅明看来 是一种姗姗来持者 可是他正要看到的 就是这种姗姗来持 本雅明总是一个土星论者 土星就是运动缓慢 他不希望那种急速的影响时代 而是一种姗姗来持 或者在临界状态 或者在偏移状态中 去影响那个时代 所以本雅明从来不研究当下 他总是研究过去 他也要回避当下 其实当下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可是他为什么不研究 就是他的姗姗来持 最后一点 元素历史 我想快一点了 没有几分钟了 也很快了 没有多少东西了 元素历史 就是它里面的 那个哲学的支撑 或者它历史哲学支撑 在这个C卷 C卷里面有一条笔记 他说这个梦境 是进行发现的地基 程序了对19世纪 元初历史的见证 Worg system 这个Worg system 有些人翻译成史前历史 我觉得也对 也有一定道理 因为本雅明经常把 巩狼街描写成一个 史前的森林 史前的洞穴 里面到处是 各种各样的化石 野兽 虫灵 就是我们人类 总是有凡族现象 我们在凡族的时候 发现了我们曾经的梦境 就像柏拉图那个洞穴 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每个人的有限性 但是本雅明不关心 这个人的有限性 或者人的盲目 他关心当时的人的 这种沉浸在梦境中的 那种状态 但是他说这种梦境 最终是要醒来的 你沉入梦境越深 就会醒来的越快 这个东西是他早年研究 超线人主义的时候的 一个研究的录像 可是我觉得 我的一个看法 他这样一种录像 在后期依然在延续 但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 这个我待会来提 他在Worksister里面看到的是一个乌托邦记忆 然后为什么在这里面 他又是有从拱狼街看到这个乌托邦记忆呢 因为当时的弗利叶 弗利叶创造了一个法伦斯泰尔 这样一个乌托邦 这个乌托邦我们知道 它是以拱狼街为原型创造的 所以法伦斯泰尔其实是一个拱狼街 这样一个模型 里面很多是拱狼街的一种结构 里面可以在里面 人们可以在里面自由地徜徉 然后周围都是森林 人和自然是和谐在一起的 人间的一个乐园 但是短雅明在一条笔记里面 他做了一条断片的笔记里面 他说弗利叶的乌托邦 预示着诗的重新运作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可能就是想说 弗利叶的这样一个乌托邦 启发了像伯德莱尔这样的 现代主义诗人 让诗歌重新运作 重新运作为一个抚育的 推毁的 具有破坏倾向的一种作写 所以他认为 在拱狼街中 你有种梦幻感 尤其是这个全景 全景拱狼街 特别有梦幻感 但这种梦幻感 恰恰是让你回到一个原初的 一个乌托邦的一个记忆 但这个原初不是过去 不一定是过去的源头 如果是五千年的历史 回到五千年前 叫原初 不一定 因为我们知道 它的原初的概念 是很特别的 它的原初的概念 跟历史有关 所以他也说过 这个梦境中的集体 是不知道任何历史的 也就是说当时是没有历史的 什么叫原初历史呢 原初历史是历史还没有诞生的时候 还没有历史的时候 历史是还没有变成一种 文化史意义上的堆积成 一个线索的 纪年的 一条直线的状况下的历史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它所谓的历史就是一种 所谓的辩证 自为 就人在一种梦幻状态中 这是他对黑格尔的一个继承 梦幻状态中 会醒来 内克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那是革命 但是按照本雅明的说法 他不喜欢用革命这个词 叫觉醒 什么是觉醒呢 在 恩卷里面有一条 非常有意思的笔记 他动用了他在 悲苦剧起源中的那个概念 叫前史后史 他认为所谓的原初历史 他之前叫起源 悲苦剧的起源 原初历史当时他叫起源 可是在这个广浪界计划中 他不再用起源这个概念 或者比较少用起源这个概念 他更多的用 Worg-Shist这个概念 那Worg-Shist又被他 肢解成一个前史后史的 一个辩证的一个运动 就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前史后史 也就是说 任何历史都是可以 看到他还没有诞生的时候 以及他消亡的时刻 所以任何历史都是要醒来的 任何历史都是要消失的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他认为前史和后史 这样一种结构 中间其实是没有一个界限的 你不能说1798年 1789年 1789年是一个原初历史 法国大革命 前是前史 后史后史 你不能这么说 前史就是后史 后史就是前史 他说这里之间就好像 划了一条阿波罗之线 阿波罗之线 阿丹本的彭心整理的过程中发现 这可能是本雅明的笔物 本雅明写成了 阿波罗之线 但是其实可能就是阿佩勒斯 阿佩勒斯就是古希腊的画家 阿佩勒斯 我们都知道他典故 他在那条线 另外一个画家的一条线中 再画一条线 把那条线给取消掉了 所以前史后后史 其实就是对历史事件的取消 对历史事件的消解 让他瓦解 让他难以自立 所以在这个消解过程中 人会醒来 人恍然大悟 我们人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处境之中 这个处境就是乌托邦记忆 我这里没有引用他的另外一笔记 其实他有一处说得很明确 这个乌托邦记忆 其实就是所谓的 无阶级社会的记忆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要消失的 帝王和普通人都是要消失的 在这个层面上 他走向了马克兹主义 马克兹当然会认为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化 但是他会认为 这是一个无阶级化的过程 每一个人都是被这条阿佩勒斯线 给划了一下 成为了一个要迅速消失的一个存在 一个历史存在 所以在这里面他说 觉醒有两个觉醒 第一个觉醒是一个时间的觉醒 所谓时间的觉醒就是突然醒来 我发现历史往前走的 那个力量停掉了 就打断历史的进程 这就是那个约苏亚 约苏亚的这种冲动 让历史停下来 这就是不再相信历史前进的 那个意识形态的力量 相信历史截停的力量 这是圣经的约苏亚 约苏亚曾经在跟亚末人打仗的过程中 祈祷 向上帝祈祷说 日头你要停在即便 月亮你要只在亚伦 亚伦骨 果然日头在上面就停了 时间停止了 这一刻被本雅明解读成一个 觉醒的时刻 当然也可以说 他用觉醒的时刻来代替革命的时刻 我再次强调 他在很多地方都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不是说他反马克思主义 是修正了 或者推延了马克思主义 这是第一个觉醒 就是时间的觉醒 所以他的产品中 有克鲁尔的那本金属集 我们上次前面也提过 金属集里有大量照片 是去拍拱廊街 在1920年代 它已经快要消失了 不像现在又复活了 当时是沉寂的拱廊街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钟表 是停在那里的 时间停住了 他特别喜欢拍里面的钟表 这是其中两张 你可以看到 时间在这里突然停顿了 在这一刻本雅明觉得 拱廊街被研究的时刻到来了 这是一个觉醒 第二个觉醒是时间的觉醒 时间觉醒都已经很有名了 就是所谓它要贡献一个可辨认的当下 我们不要被历史的往前走的 进步的幻觉给牵扯而去 我们要知道当下是可辨认的 辨认什么 辨认物的不断的流逝 物背后的劳动的不断的被遮蔽 工人 底层 无产阶级 不断的被遗忘 不断的被剥削 这一种东西 如果你是按照进步论去看 是看不到的 只有让它停下来 让当下变成一个可辨认的当下 这也是他的创造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概念 Yes, there can bar kite Bar kite Samuel韦伯有一本书叫Benjamin's Abilities 就是Benjamin有很多很多词都是bar kite结尾的 他的机械可复制性 那个也是bar kite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他的很多概念 bar kite 代表一种能力 一种界限 一种消失和创造的力量 他这里面 他看到的是布鲁斯特的那个形象 布鲁斯特在追思水年华开头就说 当我想到要睡去的时候 我突然醒了 这是一个非常悖妙的一个动作 当我想到想睡去 却死活 睡不下去了 我醒来了 每一个时代 那个梦幻意识被挖掘的最深的时候 或沉浸最深的时候 醒来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所以我总结一下 辨证思维 就是一种时间的和空间的觉醒 那么整个讲座 我整个一个思路 都会提提 引文 他用引文来引用历史 这是一种可解读的方式 同时它是一种连接的方式 一种未完成的方式 一种永远在运动中的方式 空间 他要从室内走向广廊街 一种交织的状态 物 他要走向商品 商品是一种心其中包含内涵的衰败的 它不断地会退出 成为尸体碎片和废墟 粉玉家 就是波达拉 他要从收藏家走向粉玉家 面向这个世界的败坏性 面向这个世界的可摧毁性 原初历史 他要面向这个世界 有商品所构筑的巨大的梦幻感 我们现在逛那个plaza 就有这种梦幻感 这梦幻感到现在为止 还左右着我们这个时代 但是文雅明看到的这个梦幻感 不是看到消费主义的狂欢 他看到的是里面的乌托邦记忆 看到的里面是一个乌托邦的结构的可能性 和被压抑的那个乌托邦 什么是被压抑的乌托邦 就是每一个人都像历史一样 像商品一样 都在分吹与打中 在经受着消逝的可能 那么这里面有两场觉醒 一场是时间的 一场是空间的 我的讲座就这些 谢谢大家 请大家多多指振 你在这唱唱什么 非常感谢这个胡桑老师的精彩 这样做 帮助我们从各个人的一个拱劳街 我们仿佛生灵其境 不仅回到了这样的历史上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 而且这个胡桑老师非常好的 运用了很多的思想资源 包括建筑学的 包括这个政治的和历史的一些材料 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 这个进入奔雅明的这个拱劳街 但是就像之前黄埔老师也说的 这个拱劳街 它不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胡桑老师也说了 所以我们进入到拱劳街 其实就是进入到了一个 奔雅明像我们展现的 这样一个碎片或者废墟里面 然后在这个废墟和碎片里面 进行一种一种解密 其实我觉得奔雅明做的一件事情 用我的话来讲 可能是一种加密的解密 他试图对那个时代进行解密 但是他的解密又重新的加上了密 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 我们看不到一个非常清晰的 一个系统的阐述 对这个时代做出评论 但是他把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 支撑着这个时代的隐秘的一些碎片 都收集起来了 或者说都堆在那里了 成为一个像废墟一样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们不断地去回到 奔雅明的作品的阅读 恐怕也是对这样的一个时代的 一个重新的一个思考 因为这个时代 毕竟还对我们现在还产生 这个深远的或者隐秘的影响 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王沐普老师和胡桑老师 非常精彩的这个演讲 的原因是 在 我们 我们